- 照片能夠讓我們回味一定過去的回憶,但是有時候閃光但閃光的那瞬間是不是也將靈界的東西也捕捉下來? 今天要再來看五張詭異又無法解釋的靈異照片 第五女孩的乐会 这张照片是一个在不知名的酒吧拍摄的 右边的女性的上方 似乎有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无身体的头 如果你仔细看后面的男性头部 会发现这颗头根本没有附着在脖子上 也没有肩膀或是手臂 她的眼睛发黄表情邪恶 周围似乎有一股白色朦朧的雾气 如果这真的是一张灵异照片 那真的是最清楚和最不模糊的照片了 你可能会想那可能是灯光作祟 搞不好真的只是一个男子站在后面 不过照片中的女性声称拍照时后面是没有人的 让这个故事更恐怖的是 另外一群女子在不同的位置也拍到了一张非常相识的照片 第四不速之客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 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张快乐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的照片 直到有人将照片上传到脸书后 开始注意到一些让人背脊发凉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 仔细看图片的最右边 有一个人站在门的附近看着镜头 在这个派对里面的人都知道当天出席的人 有谁和全名 只差在没有一个人认出这个门边的男子 甚至是记得当天晚上有这个人的出现 有些网友认为他们没有人看到她 是因为她实际上真的就是一个鬼 窗白的摄影和发光的眼睛 脸的色彩也和照片中的人都不一样 你们觉得呢? 第三 灵异观光客 这张鬼的照片是由照片中间的人上传的 她旁边站着她的母亲和她的弟弟 拍摄时间是2011年 他们在埃及度假并决定拍照留念 照片拍完他们一起去吃饭 直到一段时间看了照片才发现照片拍到的画面非常奇怪 中间女性的右手扎了弟弟的头顶上 但是弟弟的肩膀还有一只神秘的手 也不可能是母亲的手 女子声称她看似脸影的烟雾 看起来就像是自己在2008年去世的姬夫 非常相似 她也表示自己姐弟与姬夫的感情非常好 照片看起来就像是姬夫在给他们拥抱一样 你认为他们的姬夫也跟着他们去旅游了吗? 还是只是闪关所引起的幻觉呢? 第二 后视镜的镜头 在2015年一位男子当时要拍卖他的汽车时 帮车子拍了一些照片 希望能够在网路上卖出 当他看着这些照片时 他发现左侧后视镜有一个让他吓到的脸 照片中你可以看到一个苍白柔美的脸盯着镜子看 似乎就像是直视着相机的镜头一样 这名男子非常确定 当他在拍照时没有人和他一起 如果有人坐在他的汽车前座 他当下也会发现 一位灵异专家表示 照片中的脸非常清楚和明显 即使是镜子反射到椅子 也绝对不可能看起来像脸 所以这有可能确实是一个来自超自然界的东西 第一 戴帽子的影子人 前面影片发现以外 台湾也很多人曾经看过戴着帽子的影子人 照片上的上位女性当时站在家的前面拍照时 竟然也将帽子影子人拍摄下来 在他们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一位戴着帽子的男人影子 如果你仔细看可以发现影子人的手似乎放在左边女人的肩膀上 据说这张照片在拍完的三天后 那名女子就在车祸中上升 摄影师也声称当时拍照时没有戴着帽子的男人站在女人的后面 也被自己拍的这张照片困惑 也许这个阴影是一个预兆 预示着三天后即将发生的悲剧 你们有拍过什么另一照片吗? 如果觉得今天的照片有诡异道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影片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